问卷 五生 结婚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这个阶段 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 我听到的是 你张嘴鼻子要结婚 结婚是你一个目标 但是我明显看到 你被这个目标奴役了 你只有一个信念我要结婚 我年龄大了 不结婚我就不行 必须得这样 于是在这种执念状态下 就做了很多的傻事 你忽略了很多东西 忽略了男朋友的感受 你忽略了你们 如何去快乐地生活 你们现在很痛苦地 要去结婚 那结婚还有意义吗 感情没了 一切都没有了 要房有什么用 面子最后丢得更惨 两年白白了 或者结了婚以后 最后离婚了 那面子好看吗 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个时候 要多一种思维角度 去看待这个问题 要不然你这种职业呀 未来的日子 我说实话也不看好 你再说南方啊 其实呢 承诺嘛 是一个好的想法 但是我发现 其实你在今天 还在不断地承诺 我去北京了 我就能怎么样 挣更多钱 其实你每一个程度 都在跟自己上套 你知道吗 你的女朋友 她比你年龄大 到这个年龄 她会有恐慌感 她看到你的态度 你要在感情上 给到她足够的信心 但是不要去乱承诺 你要脚踏实地 真的做一点事情 不能一直 总是给一个虚的未来 感谢观看